他是樂器玩家 更是痴情的樂器收藏迷 2003年他創辦了台灣 第一座個人樂器博物館 我現在收藏七百多項樂器 所以再來創辦之後 我們台灣第一間樂器博物館 有這個東京的 譬如說台灣 中國 東南亞 日本的樂器 新的樂器就是我們一般 高雄樂團所經常看到的這種樂器大部分 我都有信眾 包括那種非洲的黑人的樂器 新疆 門戶 九州民族的樂器 印度的樂器 比較特殊 譬如說用鋼鳥彈去做的這個 符琴 蝦子 或是說這個 我最近就做一支 我們伯爺可以用的乖子 乖子做的這個符琴 在涼亭的時候 就擠下來就可以來 拿一個蝦子來找一個這樣 真正常可以搖 既琴是覺得最困難的 因為他去向無地面 他不說露燈廟所 說固定一個圍 完全都靠感覺 完全靠你的那個 空間在聽的這個音 手 拿手來控制 我們需要的音 控制好 所以我形容說 他這是劇情演奏 是三度空間把它抓住聲音 我是都無私自童這樣 這個月圈是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這是我的一個朋友的阿公 他的小孩時代他就非常愛音樂 所以他自己製作出來的 非常 架代的一個台灣的沸透的月圈 超過一百年的歷史 這一首歌 trainees請 一首歌 一首歌 從來 要祝靜 一首歌 一首歌 你想正是 一首歌 的話